大家好,那么这节课咱们就来说一下怎么样去安装这个TensorFlow 那么在TensorFlow之前的几个版本当中 其实它都是不支持咱们现在的这个Windows操作系统的 就是说呢,以前咱们只能要么在Linux下 要么在Mac系统下才能玩这个TensorFlow 但是呢,在咱们这个16年的11月30号 TensorFlow更新了它的0.12版本 0.12版本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更新 就是说咱们终于可以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去玩这个TensorFlow了 如果说大家现在有一个Linux环境 也有一个Windows环境 那么该怎么选呢 我还是推荐大家 就是说如果说你有一个比较好的 比较好就是说不是虚拟机 就是说咱们可能有一个台式机的Linux操作系统 我推荐大家还是用Linux来玩TensorFlow 但是呢,为了咱们之后课程的一个演示的方便 我就不在这个虚拟机下去装这个TensorFlow了 直接在咱们Windows操作系统下去给大家演示TensorFlow的一些使用方法 还有一些案例 那么下面咱们就主要来说一下 怎么样在Windows下去安装这个TensorFlow 大家可以看 就是说我现在打开一个键边 就是这个Anaconda 就是说之前给大家说过了 咱们可以用这个Anaconda进行一个Python 还有Python库的一个配置和安装嘛 但是呢,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点 就是说如果说大家想在Windows下去安装这个TensorFlow 咱们必须要选择这个Python3.5这个版本 这是TensorFlow0.12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版本给咱们提供了一个限制 咱们在Windows下去玩 必须要使用这个Python3.5这个版本 所以说呢,咱们在装这个Anaconda的时候 需要去装这个,如果说是Windows 需要装这个Python3.5 就是点这个选项 如果说呢,你是在Linux下 Linux下就没有任何限制了 你是Python2也能玩 Python3它也能玩的 但是呢,在Windows下 咱们必须用这个Python3.5来玩 大家就是说 当大家安装完了这个Anaconda之后 咱们就可以通过这个Anaconda 它有这样一个像是一个中端的东西嘛 我给大家打开 就是刚才打过了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说,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东西在什么位置 在你Anaconda一个安装目录下 然后呢,有一个叫做Anaconda PROMPT 这个Promate把它打开 打开它之后啊 咱们就拿它进行一个TensorFlow的安装 拿它进行TensorFlow的安装 还有一点麻烦 大家来看啊 咱们需要先打这样一个命令 就是一个Anaconda 咱们先去找一下 咱们能安装什么样的版本 以及呢,什么样平台的一个TensorFlow 咱们打一个Anaconda SER-Search-T 然后呢,Conda TensorFlow 咱们执行一下这个命令 执行这个命令的意思啊 就是说,咱们现在去找一下 咱们可安装的TensorFlow 有哪些 我们看啊,它帮咱们找到一些东西吧 其实呢,大家需要关注两个点 一个是咱们这个Version 一个是咱们后面这个平台吧 咱们首先啊,来看后面的平台啊 不是Mac系统 就是Linux系统吧 诶,但我刚才说了 就是说,咱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个0.12版本啊 只有这么一个版本能够支持 咱们Windows操作系统的 它是支持啊,一个Windows4的 咱们来看啊,这里有这么一条吧 咱们一会儿呢,就去安装这个东西啊 咱们首先 先是打了这样一个命令 Anaconda Search-T Conda TensorFlow 然后呢,去找啊 咱们可以安装什么样的一个TensorFlow 咱们啊,就把这个东西 我们看啊,这是一个Windows平台下的吧 0.12版本 咱们把前面这个东西给它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之后呢 咱们再打一个命令 ANA Anaconda Show 咱们Show一下刚才啊 复制好的这个东西 就是咱们刚才复制的这个0.12版本啊 这个0.12版本Windows下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咱们回车执行一下 回车执行一下 它就会告诉咱们 诶,用什么样的命令啊 去安装一个Windows平台下的一个TensorFlow 诶,我这怎么回车不了呢 啊,现在回车好了 咱们稍等一下 它会帮咱们查询一个安装的命令 我们看啊,它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命令 为了去安装这个包 我们需要执行这样一个命令吧 咱们就直接把这个命令啊 给它复制下来 Ctrl加C 然后呢,到这儿Ctrl加V一下 Ctrl加C啊,Ctrl加V完了 咱们直接就再打一个回车 打完回车之后啊 它就会帮咱们进行一个TensorFlow的安装了 就是说,像咱们安装其他裤的 像跟咱们安装其他裤啊 是一模一样的 咱们回车完啊 它等,大概可能会要等一小会儿吧 安装完这个TensorFlow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来去试验一下啊 这里呢,我给大家打 这里啊,因为我已经安装过了 安装过了,它就会说这个Bower已经存在了 那么这里啊,我就不再去把我这个Bower给大家删了 其实呢,运行一个这个命令 稍等一段时间 它就能把这个TensorFlow给它安装好了 安装好之后啊 咱们可以打这个东西啊 我已经打开了 咱们啊,我再给大家演示一遍吧 在这个Anaconda里边啊 我们看,它有一个这个Notebook吧 这个Notebook啊 就是说咱们之后啊 讲课是用,主要是用这个Notebook 来给大家进行TensorFlow的一个演示 那么它呢,就相当于咱们一个 网浏览器版的一个Python编辑器 咱们在这里呢,可以新建一下 我们看啊,这有一个New 咱们可以新建一个Python3 大家注意点啊 就是说这点一定要中一啊 咱们一定是一个Python3的版本 Python2啊 咱们是在Windows下装不了这个TensorFlow的 装完之后啊 咱们怎么是咱们装不装上啊 引泡的 TN-SOR-TensorFlow-STF 咱们运行一下 运行呢,就是一个Shift加回车啊 运行一下 如果说啊,它没有报错 那么就说,咱们看现在是不是没有报错 如果说啊,它没有报错 就说明咱们已经安装好了这个TensorFlow 那么这个啊,咱是咱们怎么样使用这个Anaconda 以及用这个Anaconda的一个中端式的东西啊 进行一个TensorFlow的安装 如果说呢,大家在Linux或者是在Mac的环境下 或者说啊,咱们自己装好了Python 自己装好了这个PIP这个工具啊 咱们可以直接进行一个PIP,因此道啊 PIP就是这样一个命令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接下来这个命令就是说 如果说你是在Linux的环境下 或者说你是用PIP这个工具 咱们直接就是啊 PIP,因此道,TensorFlow 它就会帮咱们选择一个合适的版本 进行一个安装了 但是呢,我还是啊,推荐大家 就是说,如果大家是第一次玩Python 第一次啊,玩这个TensorFlow 还是推荐大家用一个Anaconda的格式 就不是这个格式啊 用Anaconda这种比较方便的一种方法吧 就是说这种方法 咱们再安装起来比较方便 咱们安装库呢 其实啊,咱们也是可以用一个Conda InStar进行一个安装的 那么关于啊,这个TensorFlow的安装啊 就先给大家说到这里了 不妨啊 如果说啊,大家有时间 咱们不妨呢,先把这个Anaconda 以及啊,TensorFlow先安装起来 之后呢,按照咱们课程的代码啊 之后会把咱们课程的数据和代码 都发给大家 咱们不妨啊 按照咱们的数据和代码啊 一步一步的按照咱们课上演示东西啊 大家可以一步一步的跟着我 进行一个TensorFlow的实验